大公開的歷史題 連續劇 常常可以看見所謂 仗是欺人的戲碼 主角總是處於弱勢的一方 楚楚可憐 引人同情 而這種欺負人的劇情 通常都發生在 兩人身分地位懸殊的情況下 像是姐夫竟然愛上了 自己的小姨子 讓我們在一起 阿姨 姐夫 你不要這樣子 你再這樣子的話 我就喊囉 你還好 我不能沒有你 阿姨 姐夫 你不要這樣 阿姨 你不能這樣 天 可憐啊 竟然就這樣火生生的被摧殘了 而另一種常見的仗勢欺人 則是少爺愛上丫鬟 不過頑固子弟的手段 更是令人法指 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你不能這樣 你算這些人 快走 你太虛了 小爺 你放手 小爺 小爺 你放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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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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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丫鬟难过的穿衣掉泪 看来真是让人心疼不已